船用螺旋桨 它是破土而生的 不信你看 最近我经常刷到有关船用螺旋桨的视频 它们最心我的 除了大到夸张以外 就是表面那些闪闪发光的纹路了 我们随便来看几张照片 是不是都有这样十分漂亮的纹路在上面呢 我就纳闷了 这些纹路到底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又为什么要加工成这个样子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奥秘 一个船用螺旋桨的诞生 大概需要经历以下这几个步骤 设计 打压 制造模具 机加工和最后的表面处理 我们分别来看看 先说设计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的船用螺旋桨长着三个叶片 有的呢这长着四个叶片 还有的是五个 七个 甚至长着更多叶片的 为什么它们的叶片数都不一样呢 而且大多还是激素的呢 这主要是在加工难度生产成本 进动平衡和推进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螺旋桨靠旋转来切割和推动水流产生推力 在其蒋液高速移动的同时呢 会在背部制造出一个低压区 使这里水的沸点降低 很容易就沸腾起来了 生成大量的气泡 这些气泡在水压下会迅速破裂 产生出强大的冲击波 发出巨大的噪音 同时还会对蒋液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就要尽量让螺旋桨转的慢一些 以减少这些气泡的产生 但为了只减转速不减杭速呢 我们就得要在蒋液上做加法才行 理论上 转速越慢 蒋液越多才是效率比较高的做法 不过很明显 这样做之后呢成本就太高了 除非是像潜艇这种对噪音特别敏感的船只 其他的商用船码完全是可以折个中的 用三片五片 然后转速提高一点点就可以了 另外啊 为了减少叶片之间的共振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这一片叶片的对面 没有与它隔终相望的另一片叶片了 用激素片叶片呢 就正好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这些呢都只是理论上的 你看现在明明是四个奖页的螺旋桨占多数 所以说嘛 它是一个成本与效率相对比较高的考虑了 好了 当已经决定好用多大的尺寸的螺旋桨 插多少个叶片 以及青角是多少之后呢 就需要把图纸上的设计 制作成真正的样品了 它一般会使用木材与发泡材料 由机器或者手工来完成 这里呢 我比较佩服的是手工的部分啊 先是用木片一层一层的粘在一起 然后再慢慢的切削打磨 变成最终讲页的造型 这个过程啊 你能说它不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体现吗 接着就是制作模具了 有的螺旋桨是一体化铸造 有的 比如可以改变讲具的螺旋桨呢 这是单个讲页分开铸造的 但不管是哪种啊 制作精确的模具都相当重要 它用到的是沙子 在混合好沙子之后呢 将它们铺到第二部制作的样品 其实应该叫做模板更合适 它的下面 然后C锦修型 灌入二氧化碳加固 再上火烘烤 加入一种特殊的液体 防止接下来融融的金属液 深入到沙子里面 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了 当然模具是分成上下模的 这样合起来 才能在其中塑造出一个完整的螺旋桨造型嘛 浇灌进去的是一种 由八种金属组合而成的合金 集中铜就占了大约八成 其余的还包括镍铝铁铁银等等 以便达到极佳的强度与耐辅实性 不过呢 光这样还是不够的 因为随着金属的冷却 会有微小的氢气泡产生 严重威胁到螺旋桨的运行安全 并且这样的瑕疵 在铸造完成之后就无法修复了 它只能是在这一步被移除 怎么移除呢 那就是往熔融金属里面注入压气了 压气会从熔炉的底部开始往上升 并在此过程中带走所有的氢气泡 好了 移除了氢气泡的上百吨的金属液 终于可以开始灌入模具了 在这之后它需要用5天的时间 从1000摄氏度冷却下来 获得足够的强度来接受下一个挑战 机加工 当然在此之前呢 我们还必须要温柔的 把它从沙漠里面取出来才行 的确是很温柔吧 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螺旋桨呢 还是个粗胚 必须要经过机窗等设备的 一系列金加工之后 才能够达到需要的精确尺寸 但这一步完了它的表面还是十分粗糙的 粗糙意味着极大的摩擦力 而极大的摩擦力呢 就意味着低效和高损耗嘛 所以要对表面进行处理 这一步呢 就是把螺旋桨变成让我们看起来十分养眼的样子了 它会先被装在一台全自动的洗床上 一层一层的被拨的光溜溜的 连最微小的坑坑包包都会被磨平 接着呢 再换人工进行最后的抛光处理 但问题来了 既然这样抛光法 为什么我们还是能够在它的表面看到明显的纹路呢 那个呢 其实是用平面洗刀切削曲面之后 很自然的结果了 想要彻底没有吗 可是可以啊 那就要在其中插补更多的切削操作 或者换上可以加工曲面的球头刀 但两者都会极大的增加加工时间 实在是没有必要了 现在这个样子呢 虽然看得出纹路 但就光滑程度而言是绝对够用了 并且这样实在是太好看了 有没有 好了 基本上呢 这就是大型船用螺旋桨的生产过程了 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极度依赖工业制造水准的领域 能够掌握它的国家少之又少 但我们中国嘛 已经研发出了七周五联动的机床 加工的最大直径已经突破了12.5米 最大重量来到了160吨 除了骄傲 还能说什么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我们下期再见